哈囉囉大家好 我是Somi 今天要教導大家使用迴旋標及戒心殘刀的餘料劍照及有趣方法 其實迴旋標使用起來真的很有趣 它不僅可以變成防護罩 還可以在你跑的時候在後面繼續攻擊 那這支影片也會教導大家如何拿到迴旋標及戒心殘刀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也不要忘記訂閱、按讚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出發囉 迴旋標跟冰、火、雷、西、尾巴結合 就會擁有伸長攻擊範圍及擁有各屬性的攻擊傷害 那如何用出像這樣子的迴旋標保護罩呢 我們要向正上方丟迴旋標 丟出去之後再微微靠左前方行走 這邊我用分解動作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向上丟上去 我們看到迴旋標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們要微微靠左前方行 主要我們是要進去它的旋轉半徑範圍 這時候我們到達中間點 它才可以轉得比較久 其實迴旋標有一個很好玩的攻擊方式 只要我們丟出去之後開始跑 它就會在後面繼續攻擊怪物 真的是超方便也超有趣的 我個人覺得迴旋標是薩爾達裡面 設計最有巧思性的攻擊武器 很多小技巧可以玩它 剛剛教導大家的保護罩方法 來攻擊怪物也超有趣的 而且我們在它快要迴旋完畢之後 再使用倒轉乾坤 它又會有二次的傷害 今天真的打怪的樂趣 而且因為這次王國之類才有著倒轉乾坤的技能 才可以玩出不一樣的效果 就算武器飛出去了 我們還是可以再點它回來 之後再給它二次的傷害 當然也可以在一般投射出去的時候使用倒轉乾坤 不一定要在使用保護罩的時候才可以進行使用 之後可以透過屬性來增加傷害 先丟出冰的迴旋鏢 這時候呢我們再丟出第二把 雷屬性的迴旋鏢 這樣子不僅可以增強攻擊力 還可以擴大電擊的範圍 使用白影能馬的刃角 攻擊傷害更高 大家可以自行搭配進行使用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搭配迴旋鏢使用的魚料類型 那蜥蜴尾巴前面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這邊我就不再多說 那我們使用蝙蝠翅板 不僅會加快迴旋鏢的速度 且擁有不同屬性的傷害 使用一次性的魚料也會擁有傷頭的效果 蜴旋鏢搭配放血栓 在八轉怪章第二型態時使用起來超方便的 蜴蜴尼可以輕鬆就把它化解掉了 盔心殘刀的特殊技能就是在喂滿星時可以集氣揮出真空劍嫩 如果是盔心殘刀與傷頭龍的龍腳進行武器結合 在揮出去劍嫩的時候 劍嫩還會有屬性攻擊的效果 在戰鬥的時候可以揮出去劍嫩 這時候就可以冰凍怪物 這樣子就可以輕鬆打怪囉 在一般普通攻擊的時候呢 我們揮劍也可以冰起怪物 是不是超方便的 這把刀就會自帶冷氣效果 這樣子不管我們怎麼揮 都可以冰起來怪物了 如果是使用三頭火龍的角 則是會變成火屬性的攻擊效果 相同原理 如果我們使用雷龍的話 揮出去的真空劍嫩也會變成雷電 那接下來跟大家講 要如何取得這些武器 那今天會教大家拿的迴旋鏢 一個是大迴旋鏢 另一個則是海風迴旋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先來到現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才可以拿到我們的大迴旋鏢 大家可以參考右下角的經緯度 這邊的話會是一個洞窟 抵達後呢我們往洞窟裡面前進 這時候你會看到下面會有一個萊克 我們朝下走 大家可以先把萊克打掉 這邊建議大家使用火焰果 因為他是冰的會比較怕火 打倒之後呢 我們主要是要融化萊克下面的這個冰塊 這邊的話大家可以帶火箭 或者是帶火把其實都可以 那我這邊因為本身就有火箭了 所以我這邊直接用火箭揮下去 它就會自動融化了 那這個大迴旋鏢它是腐蝕的 我們必須把它敲壞 等到我們下去之後才可以跟黑影拿全新的 之後呢我們就回來把大迴旋鏢敲壞 之後呢再來到我現在這個地方 大家一樣可以參考右下角的經緯度 那我們主要去的地方呢 是我上面標記黃色的 從這邊的話才可以有機會跟黑影拿到我們的大迴旋鏢 這邊的黑影如果你以前有來過的話 並且已經成功加載畫面 可是你並沒有拿取黑影的武器 武器是不會刷新的 所以已經來過的話會建議先過來拿武器 之後等血月才可以再過來 那這邊生成的武器是機率性 不一定下一次就是大迴旋鏢 那如果你的情況是跟我一樣 並沒有加載過這邊的黑影畫面 就可以選擇在來之前先存檔 之後看到黑影的武器不是自己要的 再進行毒檔 之後不斷的刷黑影武器 直到是自己要的大迴旋鏢 那下一個帶大家來拿取海風迴旋鏢 它的位置的話是我現在這個位置 可以參考我右下角的經緯度 那我們主要去的地方呢 是我標記紅色標籤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抵達後呢我們向右走 之後這邊會看到有懸崖 我們直接跳下去 之後就可以到達我們要去的地方了 抵達這邊之後呢 下面就會有一個寶箱 我們把寶箱打開 就可以獲得我們的海風迴旋鏢了 那下個武器就是借新殘刀 為了方便 所以我直接來一蓋堆基地這邊購買 那如果要來一蓋堆基地的話 必須要先拿到全套的一蓋堆衣服才可以進入 如果還沒有獲得的話 我將影片連結放在右上角的資訊卡 抵達後呢 我們直接看最左邊的這個攤位 跟它進行購買 它會有賣屬實過的借新殘刀 以及借新小刀 購買回來之後呢 我們一樣把它敲換 之後我們來拿全新的借新殘刀 大家可以參考右下角的敬尾度 之後我們只要一直直直著 就會看到我們的黑影 位置相當的近 如果還沒有來這邊被黑影加載過的話 可以先存檔後再過來 這樣看到不是你要的武器時 就可以重新毒檔了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希望這支影片可以幫助到你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你不要忘記訂閱 按讚 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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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